特斯拉刹车失灵创始人珊瑚女士花了2600块 被特斯拉打了一个长达两年之久的逆向广告 那究竟有多少人是因为她才开始关注的特斯拉 而这场闹剧到今天为止 终于可以好好歇歇了 两年前的4月19号 一位身穿印着特斯拉刹车失灵logoT恤的女士 跑到了上海国际车展 并爬上了特斯拉的车顶 大喊特斯拉刹车失灵 从此特斯拉刹车失灵的故事开始深入人心 而这两年间 无论是浙江温州特斯拉事故 广东潮州特斯拉事故 还是前几天公布到欠信的台州特斯拉事故 都让特斯拉一次又一次的登上了热搜的舞台 但最终事故的鉴定结果 都是以车辆没有问题搞中 而反观珊瑚女士却一直拒绝检测车辆 并且这两张被驳回的判决书 起诉的也并不是特斯拉刹车失灵 而是起诉特斯拉侵犯她的个人隐私与名誉权 并要求特斯拉赔偿5万元 那既然她口口声声喊着特斯拉刹车失灵 可为什么又不去告特斯拉的刹车有问题了 这样的骚操作你还看得懂吗 这样一来 不仅要求赔偿的5万元没有拿到 反而还承担了2600元的受理费 比起漫天飞舞的谣言 特斯拉的刹车到底失不失灵 其实各个国家权威的安全评测机构 早就给了答案 只不过是特斯拉不足0.1的事故量 却占据了95%的媒体声量 而今天被爆出的这两张判决书 或许只是这场闹剧的刚刚开始 别着急 特斯拉500万的律师函 也许正在路上